金管局总裁余偉文接受本台专访 说本港的银行涉及内房的信贷不多 也都有向他们获取更多资料 强调风险可控 他说关注美国加息的步伐 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王健津报道 内房债务问题持续 已经蔓延至多间企业 金管局表示 虽然香港银行体系 对于高风险的内房企业借贷不算多 分布也都较为分散 对银行体系的风险仍然可控 但又加强关注个别行业的信贷情况 我们会跟银行谈 就是问他们拿一些不同的资料 是我们去做一些风险分析 也都跟他们去商量 就是他们在他们的风险本里 是有没有什么安排可以做 但是这个是很恒常的一个做法来的 其实我们一向都在不同的风险口 不只是信贷风险 譬如你说是营运风险 或者是市场风险 其实我们和银行 都是有这类似的一直的沟通 美国联储局 这个月开始 就会缩减买债规模 金管局表示 市场对美国交息步伐 一旦有不同预期 需要留意资产价格 会不会有较大调整 如果调整的过程不是有罪的 而是很快很急 而又因为我们的金融系统里面 其实是一环扣一环 如果你调整得急 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系统问题 会走出来呢 这个都是我觉得一个大的风险 大家要留意 至于本港楼市走势 金管局认为基本平稳 暂时无需要调整逆周期措施 将会继续监测市场变化 有线电视记者黄建峻报导 并遵线电视记者黄建议 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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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